我越看越像功夫熊猫 这家煮的刚好 嗯 好吃 原想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虹子 老许们 今天带着两个记者朋友 去起大早赶大集 现在 现在 我又没急了 现在大概七点钟 咱们去集上 看看 七点十分 咱们看看街上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咱们采购一点 所以我都说 走 这啥意思啊 一动走错了 头目是个家一个 我来两个 我来两个 来来来来来 这一盘子 这一盘子是刮手鱼 五分钟 我不拉你 敢于我一眼 好刀刺 哈哈哈 这人家都是设备专业啊 摄影机的 你看一下鱼蹭啊 这河里鱼倒会儿了 这一发 我去 鱼回来 看什么 我又又又又又又 我来得杀你 李悦上个李悦 李悦上个李悦 你带着草帽我越看越像功夫熊帽 还真像啊 程子 把他眼睛再给打中 两个眼睛 坐下来 来 坐下来 坐下来 来 聊会儿动动 杨红的包 杂质味的 你看我猜猜的 吃过西瓜火锅吗 一会儿我给你们做西瓜火锅吃吧 特别好吃 我刚要一下刀 这咋子这个就崩开了 哎呀 这瓜真好 咱们今天做个西瓜火锅 咱们今天做个西瓜火锅 所以说咱们先把西瓜饶啊 都弄出来 咱把西瓜加入到这个料理机当中 然后用滤网啊 给它滤一遍 一遍 纯纯的西瓜汁啊 咱把西瓜汁啊 上锅 加入一块火锅底料 然后点火 在这个工程当中啊 咱们去准备点黑菜 再和一点麻酱 碗中加入麻酱 加一点花生酱 蜂蜜 生抽 蚝油 盐 鸡精 搅拌均匀 最后就要加水把它稀释掉 老兄们 咱们今天准备了六斤肉 给咱们盛麻酱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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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坐就坐 谢谢小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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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快点 西瓜火锅啊 第一次吃吧 是没吃过 恐怖角的这种 这么另类的火锅 你会 还听到没听说 没有 还甜到火锅呢 咱们现在买个六斤肉 这是牛肉 牛肉片比较厚 正好开锅了 来来来来 先吃肉 咱们去尝一尝 第一次吃 看评价一下 到底怎么样 这个火锅 怎么样 嗯 怎么样 嗯 又辣又甜 麻酱也挺香的 然后呢 它有股西瓜的清香味 嗯 是不是 真不错 再吃一会儿 尤其是到夏天 这个西瓜火锅 西瓜又便宜 嗯 对 今天这个成本的多钱 实际上吃一会儿 吃饭 嗯 嗯 你说这个锅底吧 对 锅底是十块钱 你说十块钱 这肉也不止十块钱 那对 我就说锅底 那上哪吃 锅底不要个几十块 嗯 一说吃西瓜火锅 他为什么都不知道 没吃过 嗯 这肉也很新鲜 嗯 我们吃的是牛肉 嗯 牛肉很厚 有嚼劲啊 对 口感没有 有啊 稍微有点点老 嗯 嗯 嗯 肉质很好啊 还有一股甜味 哇 嗯 太爽了 吃火锅喝点凉 凉凉凉 都痛快 是 来来来尝尝 这锅嫩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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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煮得刚好 嗯 好吃 嗯 嗯 吃一吃 给你吃 大中午咱们也没有喝酒的习惯了 嗯 我这边很少说中午喝酒 所以就是晚上喝 那就是晚上喝 中午喝废事 烏事 嗯 嗯 哎呦 今天吃的怎么样 非常好吃 喝了很多 对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口味 而且也没吃到这么多过 今天吃的是相当可以 嗯 这个西瓜 西瓜口味非常简单 制作呢 大伙也都看了 非常简单 而且呢 这个到了这个季节了 西瓜也很便宜 对 这种口味呢 也比较新奇 对吧 所以说 也希望大家在家 自己可以长日子去做一下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 再见 再见 非常好吃 这项不错哦 好 好 好